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 不一样的客人 游戏规则 这里会有七张卡牌 其中五张是普通身份牌 一张是导弹牌 一张空白牌 导弹牌和空白牌属于特殊身份的人 也就是今天孟华斋里 不一样的客人 游戏开始后为大家发卡牌 需要根据自己手中卡牌上的词语进行描述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 这种类型的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描述结束后 投票选出自己怀疑有特殊身份的人 得票最多的人当即淘汰 白口莫变 普通身份的人 如果你们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两个特殊身份的人 就获胜每人多获两个银两 特殊身份在过程当中 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或者猜出普通身份人的词语的话 就可以获得五两金子 因为有七张卡牌 所以我们还缺两个玩家 我们派出另外两位玩家 好的 谢谢 好 天黑请闭眼 白板请睁眼 请确定发言时 请闭眼 所有人请睁眼 天亮了 小哥哥请发言 像我们这种粗糙之人 一般不会用这种东西 周杨青 我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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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属于把天撩死了 我会用 你这属于把天撩死了 这个东西 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 都会用得到 都会用得到 下一位 据说不用的话 可能 会对皮肤不好 下一位 我今天用了 好的 你也是属于把天聊送的 来 我会用的东西 好家伙 女明星上妆前必用的东西 有紫色还有绿色 好 来 请指证谁是不一样的客人 3 2 1 这太难了 第一句有点难 你说的啥来着 我说的粗糙的人 一般不会用 那我还是选 所以隐媚有一票 你投的是 我投的是小帅老师 你投给谁小帅 孟佳老师 孟佳有一票小帅有两票 然后隐媚你投给的是谁 小哥哥 好 那接下来两票的人再一次PK发言 我今天用 不能重复我的发言 要清全 哈哈哈哈 啊 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行 除了今天我都不用 据我所知 是吧 市面上大概就四个颜色 好 请最终投票 他们俩你们要选择谁 请决定 好 小哥哥出局 游戏继续 非常轻 我的品牌目前还没有做这个东西 一般女生用 紫色系比较多 可以让你变得更完美 她是空白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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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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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她可以帮助你 用的 变得更完美 这个跟刚刚那句话 有什么 一个说话从来不打磕巴的人 刚刚打了两个磕巴 好好好 酷白牌 哎呀 好累啊 好 林云请发言 这个东西我买了很多 然后 就是怎么说呢 就过期的比较多 放久了就容易 哎 怎么说 水油分离 对 好 她的价格区间比较大 我认为她是必需品 我觉得我猜出来 可以说我猜出来 可以啊 我觉得她是导弹牌 她是空白牌 应该是粉底 我也觉得小宇是空白 然后潘亦达是说错了 潘亦达 潘亦达 导弹牌是防晒 然后是空白牌 这个游戏现在好玩了 好 觉得谁是不一样的客人 请指证 那如果她们都指错了呢 是什么结果呢 那这游戏继续啊 那她们不扣分 不用这个 不扣分 不扣分 那不可 那不对 这游戏不扣分 轻易地误伤别人 那都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吧 好 张雨琪率先离场 游戏继续 林云请发言 她可以 戴上倍数 她有的时候的功效跟其他产品可以一致 说她都很大呀 哇 呃 在我的认知范围那样 她是一个瓶装的 一般都来说都是一个瓶装的 呃 用 用在底妆的一个步骤当中 嗯 嗯 她能保护 自己原本的皮肤不那么受损 嗯 来 这一轮 谁是不一样的客人 你们如果再猜不出来 那这个游戏可能就玩很久了 请决定 好 林云以三票最高票出局 游戏结束 你们是隔离吗 对啊 是隔离 你猜错了吗 我猜错了是隔离 你猜来人不说呢 那隔离分很多种 隔离 庄前乳 还有 它分很多种 唉 那就出去他们俩 我们都 对 普通人就获得两个瓶梁 好 来 最后一轮 好 来 天黑请闭眼 白板 白板请睁眼 白板请睁眼 请指认发言顺序 请睁眼 小帅请发言 嗯 这轮发言很关键 我见过 可以吗 就三个字 在电视上 啊 电视上 可能是一种小锐 啊 就是一种很多人向往的一种美好的东西 云宝 嗯 他是 一个 然后 然后 他可以延伸出很多东西 语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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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有不动的 有动的有不动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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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Feel free 我可以直接投我 大式空白 你说的没错 你是说没问题 对 这个女人 她嗅着 我是怀疑她有问题 你脚都很厉害了 姐 parce我热了 我是气的 不是气七 managed 等下如果我赢了 我给你费一个 只要你费 孟佳请发言 我在电影院里见过 我就跟你们说的有问题 这阳青 跟我们其中的人息息相关 林俊杰老师有一首同名歌曲 去 好 发言完毕 请指证不一样的客人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不是 他不就是有的 不是 他有些放在那个地方就是不动的 你们怎么老回路 怎么那么跟我就不一样 当然是跟你不一样人 你跟我不一样 好 虽然与其有解释权 但是你们投票已经决定了他离开了 好游戏继续 孟佳请发言 嗯 跟在座的两个人有关系 这阳青 有很多电影都是以这个东西为主题的 一种 目前并不存在的魔幻生物 魔幻生物 魔幻生物 小帅 小帅 我接着我上一句话接着讲 我看过在电视上 现在是在现实中 今天在现实中 以达 他虽然被魔幻 他虽然被称为魔幻的 但其实他也很具象的可以表达出来 嗯 我很喜欢 喜欢 他这个主题的 妆容和 衣服 好 接下来 谁是不一样的客人 请指证 所有人都把手指向了以达 以达高票出局 恭喜所有人 你们获胜了 我们是一人二两吗 对 一人二两 你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开始 你问我是从哪边开始 他听到我的声音了 所以 请指认发言顺序 请闭眼 他的礼服啊 我想啊 着实一抬手就会有事 我有你没有 所有人伸出五个指头 轮流说一件自己做过 觉得别人没做 或者是别人做不了的事 但是 如果你确实做不了 就弯曲一个指头 直到 除了这一个人 留下的指头最多 他就可以获胜 拿到银子 哦 来吧 来吧 我们就从萌萌先开始吧 我被羊驼飞踹过 是把你踹飞了呢 还是它飞着踹 就是它飞起来 踹到我了 它是 它是 最流的手手最多的最后反应 是吧 对 如果你们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的话 就把手收下一根指头 嗯 所有人都没有做到过这件事情 谁经常被羊驼穿啊 羊驼这个概率很小好吗 太小重了这件事情 我有一整个通宵染过头发 我没做过发一根手指是吗 对对对 我染过 九个小时也是飘好几次 飘三次 再加染 所以萌萌还保留了五个指头 好 雨琪 我有吃过 我有吃过飞鱼罐头 没有 我没吃过飞鱼罐头 我没吃过 我有没有吃过 那玩意儿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林莹 我吃过 在游泳的蝌蚪 因为我在春游的时候 我撞了蝌蚪走 但我 我太渴了 我忘了里面有蝌蚪 我的天哪 不愧是演过美人鱼的 啥都吃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 这些女明星到底在吃什么东西 杜华总 我拥有一个娱乐公司 我们公司有好多签约的艺人 而且是从小培养的 我也没有 你就直接说我公司有王一博 你有吗 我连说的机会都没有 我就结束了 对 一达你已经被第一个淘汰了 江青又到你了 我想 我的 体重最最高的时候达到过140斤 那有什么 怀孕的时候也140 你把未婚 未育的人给砍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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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急 哇 你命悬一线 简直了 那我只能命中对的 我有两个孩子 好 这样请请放下一个指头 妹妹你有吗 妹妹你有吗 我有两个孩子 你已经不累了 切 我有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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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我的电脑 哇 我的电脑 哇 哇 我的电脑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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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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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我们这一轮是搞什么真经话大冒险吗 算你狠 算你狠 那我要这么说 我有两个孩子且没有老公 且没有老公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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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哈哈 哈哈 好 转切了 转切了 活过来了